LINE 其實你會發現我們在登入後台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畫面 這邊有個帳號一覽 帳號一覽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自己是這一個官方帳號的管理員的話 你這邊有個帳號一覽 會列出你所有可以管理的官方帳號 所以啊 如果你幫人家去管理官方帳號的時候 你這邊就會出現好多個你所管理的官方帳號 然後每一個官方帳號的右邊都會顯示出 他目前的狀態是服務中 然後好友人數有多少人 那我們如果是要管理這一個其中一個官方帳號的時候 我們就去點選這個帳號 點進去之後呢 才是到這個官方帳號的管理後台 那你在右上角這個帳號一覽這個地方 你就會回到這個畫面 初始登入的畫面 然後 先看一下這個初始登入畫面的左邊還有一個用戶資訊 那這個用戶資訊呢 是看你自己本身登入的帳號狀況 然後認證碼 就是 你要如果你忘 認證碼將傳送到這一個你自己設定的Email 然後這個取得認證碼 就是在 首次登入管理畫面和智慧手機投稿的時候會使用到認證碼 那你按取得就可以得到這一個認證碼 如果你以前沒有使用過瀏覽器 沒有使用過你正在這一個登入的瀏覽器的時候 你就要輸入這個認證碼 這個我們之前有講過 那你按取得的時候 他就會把那個認證碼傳到你登記的這一個Email裡面去 那這邊有一個向所有帳號傳送相同訊息 這個我覺得蠻棒的 假設你今天管理了很多個帳號 很多個官方帳號 那你可以去把所有的官方帳號勾選起來 然後按下一步 那他可以針對所有的官方帳號去推播一樣的訊息 譬如說 你的公司有很多 很多分公司好了 然後 然後 你們每一個分公司都有一個官方帳號 譬如說你是在地店家 你有很多分店 那你每個分店都申請一個官方帳號 然後各自去 各自去充你的粉絲數 團結 充你的粉絲數 然後在這一個地方 你就可以向所有的官方帳號 假設你有十個 每個人都有1000個粉絲 那你十個 十個官方帳號加起來 就有一萬個粉絲 那你在這邊直接推播的話 一萬個粉絲全部都會收到訊息 好 這個 這是這個就是第一頁的 官方帳號 登入的畫面 LINE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